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装置了 英特尔 i7-1255U CPU的双网口迷离电脑 MSI微星QB5-12M 这是MSI微星最近发布的两款迷离电脑之一 另一款QBN系列低功耗我们已经做过介绍 白色版的QB5非常漂亮 这款的颜值比以前我们推荐过的NEC小主机还要更高一些 它装置了10核12线程的英特尔超低压CPU i7-1255U 96EU的Iris X1核显 DDR4内存3200MHz P3E 4.0 NVMe接口 三屏显示输出 2.5G加千兆双有线网卡 我们首先使用QB5迷离主机的I7-1255U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28分16秒 共计1696秒 QB5的1255U转码速度超过了我们测试过的11代移动CPU 和12代13代的28瓦45W功耗的P系列H系列CPU还有一段距离 毕竟U系列的标称功耗只有15W CPU-Z多线程2819.1 单线程612.1 多线程数据只比某些11代移动CPU强 和42代低压标压的CPU有一定距离 GIGB5多核5339 单核1630 比11代部分CPU强 CELLY BANCHI223多核6015 单核1538 超过了我测试过的所有11代移动CPU PASMARK多线程12518 单线程3729 多线程成绩只比11390H强 综合来看 这台1255U的整机多线程性能 和11代移动标压CPU差不多 标称15W TDP的1255U的功耗释放 等一下我们再稳定度测试再看看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756338 CPU得分326514 我们还给1255U运行了OpenW测试 AES980577 XX20511100 COMARK494786 在COMARK成绩上 1255U超低压CPU 比11代移动标压CPU都要强 但你12代标压移动CPU 比如12450H 还有一段距离 稳定性是紧粹性能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几乎一条直线20W 整机功耗32W CPU频率2.4GHz 并一直持续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69度 我们一不小心就测试了1小时30分钟 CPU功耗一直维持20W CPU温度维持在69度之下 这也是我们单考Corey系列CPU的最低维持温度 SSD温度没有超过44度 真的很不错 接着玩游戏 英雄联盟1080P中画质 最后大团战最低90帧左右 还可以的 原神1080P低画质 跑起来40帧出头 星穷铁道1080P低画质 跑动50帧左右 战斗平均40多帧 这就是1255U的Iris X1 96EU的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已经有下一代英特尔核显的零星消息出来了 希望明年的英特尔核显能带给我们惊喜 电源线 特殊的沙塔线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外接电源按键 电源是19V 3.42A 一共65W功率 MSI微星迷你电脑 白色塑料机身 非常修理小巧 真的很好看 机身接口 前面板 耳麦口 双USB 3.2A口 雷电4接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HDMI 2.0接口 DP 1.4接口 2.5G网络接口 千兆网络接口 双USB 3.2A口 19V电源接口 这里是外接电源键的插线的口子 看看小主机的内部接口 带散热片的内声条 双槽DDR4 3200MHz 带散热片的NVMe SSD NVMe下面是AX211无线网卡 右上方边上有一个SATA接口 上面还有一个小接口 这里可以接入外置电源按键 这样小主机放在显示器背后 在桌面上也能通过外置电源按键开机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4K60Hz 8bit RGB非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 2.0标准 雷电和DP接口输出 DP信号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DP接口 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雷电和DP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8W 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利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60Hz 8W RGB的非压缩信号 英特尔96EU的IOS XE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接近3600兆B 入门水平吧 雷电接口外置NVMe硬盘测试 最高3100兆B 满速了 WiFi测试 英特尔X211 WiFi 6E无线网卡 跑上了600多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 环境中的一般水平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MSI微星QB5米里主机 装置了 英特尔i7-1255U 1功耗CPU 主动散热 20W性能释放 Windows下待机功耗 9.0-9.6W CPU-Z最高功耗 27.56W 单核满载功耗 16W Gagbench 5最高功耗 34.02W Cellibanch R23最高功耗 31.98W Passmark最高功耗 34.84W 娱乐大使 最高功耗36.12W Gagbench 6最高功耗 34.54W 时温 30度的时候 CPU代机温度 46度 SSD代机温度 41度 在这小主机 生产力测试 CPU满载时 噪音只有 49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 是39分贝 低于40分贝 还算按进 MSI微星 QB5 i7-1255U 有2.5G 加千兆 双网口 是我们的 知心好朋友 但是 性能释放 受限于 20W设定功耗 整机性能 我认为 没有达到 最佳状态 但它的散热 精英 还不错 CPU温度 没有超过 69度 满载耳边 分贝 低于40度 关键是 这台白色小精灵 可以算2023年 颜值最高的 迷你电脑 实在是很好看 总结一下 20W的光光耗释放 整机性能 并没有发挥出 CPU的最佳性能 如果能释放到 28W 那就好了 散热和静音不错 不论是温度 还是噪音表现 都是非常高的水准 三屏显示输出 和双存储接口 接口的兼容性很好 秀美 小巧 做工精致 适合需要 稳定安全使用的 商业用户 也适合对 桌面摆放 比较讲究的 美学发烧友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